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都知道这个背景 雅哈王跟耶洗别人 他们掌权的时候 把假先知带到以色列 然后引诱众民的心 拜那个巴黎神 所以巴黎是生产神 对不对 给你们生产风雨这些东西 所以慢慢的神的子民的心 就爱上巴黎 对他有感情 这个外邦神会跟你建立感情 建立关系 但是 那个 已久以来 把你们的列祖从埃及带出来 一直保守你们 把他的律律典章法度 圣洁的奥秘 告诉你们的那位上帝 一直保守着你们的上帝 耶和华上帝 你们好像觉得他没什么了 所以现在 伊利亚他挑战450个假先知 看谁的神是真的 从天上降火 所以有一个挑战 我们讲加灭三的挑战 我们都很清楚这个 但是现在挑战之前 伊利亚先说 对不对 先说 你们要选择 你们要决定 这位上帝 他是怎样的上帝 如果你们今天要拜的是这位 把你们的列祖带出来 一直保守你们的耶和华上 那你们选择他 不然 如果你们还是觉得巴黎好 你们拜他 那百姓怎样 百姓什么都不说 各位 什么都不说 是什么意思 你们有没有去想 保持中立 现在的人最喜欢保持中立 中立是最好的 多重选择 各位了解这句话吗 所以人的心里面的罪性 有一种罪性 喜爱的自由 就是多重选择 我跟各位说 这是一个偶像来的 当你听到神的真理之后 神的真理刺入你们的心 教你们选择 上帝说 无论怎样 你在你的现况里面 你有一个选择 这个现况 你听了道之后 你要知道怎么做 怎么说 怎么想 怎么信仇 怎么跟着 一定有的 但是百姓听了之后 不要选择中立 各位中立是多么容易 各位中立 对不对 有些人明明是错的 你保持中立 对不对 不要讲 为什么 因为怕 很多中立 对不对 如果你在一段 不寻常的男女欢爱 那些人流行 同居先 对不对 或者同居先才结婚 有了孩子才结婚 这种东西 其实各位问 人要的 为什么人要这样做 因为 我怕人家进入婚姻 不可以 等一下怎么办 所以 open option 很多种选择 你服侍主 各方面 各位有发现吗 很多人到教会 为什么不能 尾身于这个教会 如果我不要尾身这个教会 牧师对我永远是客气的 但是如果我尾身了 要付出了 要聚会了 什么东西 那种压力 我不可以commit 不能这样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保持中立 当百姓一句话都不说 其实他们已经说了 他们说了什么 他们要的其实不是上帝 所以我每次说 有时候人讲的话 你要听到 他没有讲的话 人没有讲的话 你也要听到 他正在讲的话 这句话也是 有时候师母跟我说 为什么要这样复杂 人讲什么就信什么 我也很单纯的 但是我牧养这么久了 我跟人的生命 碰触这么多 人的心 所以有时候养狗容易 养人难 所以有些人真的去养狗 养植物 不用想太多 狗废了就知道 他要什么 人废的时候 他到底要什么 搞了半天 还不知道那个东西 所以简单来讲 你们要多重选择 那就是你们要的偶像 你们要的自由 那个偶像的名字就是 我要的空间 我要的自由 我下来说你不想太多了 我下来说你能够 我下来说你能够